很多的鼓励跟肯定 各位FCE不要相信 韩姐的话 她是激励我的 其实韩姐 这一个月 这两三个月 她成长得比我还要好 她怕我有自卑感 所以给我很多的鼓励跟肯定 宝贝 老师也需要你们给老师的鼓励跟肯定 要不然老师没有灵感讲话 就退休啦 退休啦 你们呢 哎呀 韩姐一定会跟我讲 老师你不要让我们又再做噩梦的 老师真的因为有你们才有今天的老师 是因为你们真气 是因为你们大气 是因为你们又讲义气 同时你们真的有太多太多的 那个很了不起的大气 正气 然后还加上勇气 又加上义气 所以你们武器具备 就会五福灵人 对吧 谢谢韩姐给老师这么多的肯定 因为潘木林讲的话 我都还没有好好地听清楚 我在想干脆先发给你们听 因为他有翻译的 然后老师那个看 眼睛看了又看不够快 我应该请韩姐念一遍 潘木林讲什么给我听 说实在上你们不要介意 因为老师听那个翻译 看那个字 老师眼睛 看的是看来不及的 谢谢你们 如果对你们有鼓励的话 那老师就做得值得了 当年在台湾 为什么一年跳九组 宝贝老师永远记得 当年老师在台湾的时候 因为台湾那个时候 业绩掉了85% 你们都不知道 结果有五六年的时间 连一个影响站都没有 所以整个台湾都认为 你不能做了 你不能做了 没想到在90年 所以我对90年以后 特别有感觉 就在90年那一年 老师上了九组的 你们认为 你们说的是高级总监还是什么 但是老师上了九组 九个市场 那九个市场就从九月份开始上了 三月份就达标 所以老师是做Q12的九组 那那一年当老师上了九组之后 你们知道吗 台湾其他组的 就赶快跟公司述谈 说不可以让我上 因为前面的 那个时候不是有很多人 跑去做别的指销吗 那退货又好多 然后他们就说 千万不可以让我上 因为上了又造成台湾 第二次的玩笑话 所以公司对他们述谈 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最后就只有 把我的业绩给他们看 说他是Q12的还外加这么大的红宝石 你们认为要不要让他上呢 所以总部就批下来说一定要让我上 不但让我上 宝贝你们知道吗 那个时候啊 公司就像现在FC的这种表扬来表扬我 因为太多年没有上了嘛 所以老师那一年上 只是九组的市场 比FC的表扬还要 还要给我的感觉 还要隆重 真的我那时候啊 就觉得哇塞公司给我这么样的肯定 老师这个人啊 最害怕人家给我太多的肯定跟鼓励 我就会觉得 我如果不好好做对不起人家 所以宝贝你知道吗 第二年 没想到老师不但没有掉 因为他们认为老师一定会掉 一定会退货 一定是囤货 结果第二年 就是91年 老师不但没有掉 而且还居然上了二状 哇塞 你就可以了解台湾的这些 其他组的对老师的这种啊 这种啊 攻击有多大 然后整体开会啊 而且那次我参加那个会议 我搞不清楚嘛 哇 结果他们那个整体开会 就是要公司不可以认成我 如果公司这次在港 还敢认成我的话 我的年终奖金要分给所有的人 哇 那次公司被攻击了 不晓得该怎么办 结果呢 又请示总部看到我的业绩 所以他们又把业绩拿出来看 老师不但是二状 还是有好大的红宝石 哇 那一年你就知道我在台湾 真的是戚风苦雨啊 但是呢 安利公司也很紧张 所以安利公司也一直紧张 老师怕老师真的如他们所愿 第二年不但掉 而且还一直退货 老师最冷压的 叫告诉你们第三 第三年就92年那一年啊 因为老师90年上了9组的Q 91年上了12组 然后呢被攻击的死去回来 没想到92年那一年啊 你们猜老师居然啊 连跳三级 从二状跳到三状 又从三状跳黄冠 又从黄冠上 黄冠大使就FC 在一年的时间跳三个聘 仍然红宝石 牛巴 哇塞 这时候全国对我的那个这种 完全没有鸦雀无声了 开始都在研究到底他怎么做的 到底他怎么做的 想想我这一生 应该是9392年 是我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年 然后接下来 台湾就开始有黄冠大使上了 有开始有FC上了 因为大家知道原来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接二连三啊 就有那时候出现了好几个 那两个还三个黄冠大使 可是呢 过了几年老师又很快的达标到Q12的黄冠 Q12的Funders的FC 那后面就很少有人上了 很少有人做到20组Q 后来老师又上了双黄冠大使 又上了40分 50分 60分 70分 我记得我上70分的时候 也是跳两个拼 是65跟70 两个拼一起上 所以老师就买了上海的那栋房子 宝贝 今天我们是一家人 本来不要跟你们讲的 但是在非常的时候 老师就像妈妈一样的 老师爱每一个人 所以老师才会把这个事实告诉各位 我很想发一张 我到时候发一张 那个公司认诚的整个过程 几年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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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们可能Google也可以看得到 我待会要找一张 找出来 拍给你们看 好不好 哎呀 老师做梦也没想到 今天在案例 最荣耀的是由你们 所以永远记得60分的那一年 也是很久不能回来 然后当老师从珠海进去的时候 我永远记得 韩姐 吴毅 周帆阳 刘洪 好像还有谁啊 全部赶到珠海的关口 去接老师 吴毅姐 跟熊大哥 送了999朵绿色的玫瑰 这一次老师因为疫情 又好久没有看到你们 所以因为疫情时候 老师今天特别把这个秘密公布 你看当老师真的越想越久 我自己现在都觉得最有成就的是因为有你们 所以90年想想看90年突破的那一年多少人攻击 所以12年就91年那一年我做到二状 更多人攻击 我告诉自己说小火一吹就熄 记得小火一吹就熄 大火越吹越旺 所以当我上了连的三级上的时候 老师从来没有调过 就像弗兰克讲的 老师不但前面没调过 老师上到40分以后 从来没有调过 一路是超过的 可是最后我告诉韩姐 韩姐跟郑晶晶 还有吴毅他们听完很高兴 高兴在哪里呢 我都可以问完健 完健可以证明 老师上80分的 70分的那一年 还是80分的那一年 老师9月份是92分的拼 不是拼了就是上了 但是一年以后 就到了8月份 一直掉一直掉 掉了20分 结果只有70分 那老师上70分 也绝对不止只有70分 要不然老师又很快的 上了80分 你们说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 因为那时候完健 都会投看到我的业绩表 那个完健也跟韩姐讲 那老师跟韩姐讲 宝贝 你们才掉一点点 就那么难过 那你知不知道 老师一年掉了21分 20分 我一掉这样子掉20分 把韩姐就变得很有成就 很兴奋的说 哎呀老师 我们没有一个人比你掉得多 你是一掉就掉20分 我看韩姐又开始 忘了她自己是谁了 我说韩姐 那老师一掉掉20分 还有70分 那你掉20分 给我看看还剩几分啊 所以宝贝 老师好喜欢跟你们的相处 跟每一位宝贝的相处 你们对老师真的把老师 不嫌弃老师 把老师当做妈妈一样 不嫌弃老师笨 不嫌弃老师老 不嫌弃老师口齿不清晰 不嫌弃老师讲话 就就像脚踏相交比划来划去 你们都不嫌弃 你们才是在老师心目中 最了不起的领导人 老师真的好爱你们啊 希望在疫情过后 老师回来做过 这次照样改编的实在太多了 照样跟那个圆圆改编的太多了 我说他也变成我的秘密武器了 所以我答应他 假如还有机会很快可以回来 我会到大联邦一场会议 到时候至少FC本能 应该可以来跟老师见面 对吗 老师太想念你们了 一日不见路可山丘 这一次最久没有看到你们 你就知道老师跟你们呢 隔离有多少丘啦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看到潘木林的 这个归信给老师这么大的肯定 我待会要打电话给余总 谢谢余总在ADAC会议上 讲的老师真的一百多万 事实上那一次 这一次应该是老师个人就超过两百万 因为老师用了很多 用了一些名字 另外的名字来捐款的 所以我觉得我能做一些 为我们国家做一点事情 老师是觉得非常非常的 觉得太值得了 这本来也不是说什么 而是得一不足道的事情 却是我应尽的责任 如果今天你看他能够有今天 如果没有国家 如果没有安利 如果没有安利的产品 如果没有你们这一群伙伴 老师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所以各位记得任何一个伟大的事业 都是集众人的力量 更要记得 滴水穿石是因为重复重复 重复的力量 而不是水的力量 我相信各位 今天老师又是讲的有无人知 可是你是我的孩子 你们都是老师的孩子 我相信你们都听得懂 老师讲的话 谢谢你们不嫌弃这个 这么笨的一个妈妈 老师第一次上钻石 就是做七组的钻石 那我七组的钻石的收入就多很多 所以我叫他们说 六组的钻石叫做假钻 七组的钻石还带 红宝石就是真钻 那你的收入就很多 多一组的收入会多出你意想不到的 所以老师开始上就是七组 后来中间就是因为别的指销 又有人囤过 很多人看到老师起来 大家就觉得说 他要超越我 还有人把我的业绩自己的宝贝 把我的业绩就拍下来 然后告诉人家 你看陈老师做三年才上钻石 我们一年就上了 所以你要来跟我 哎呀那个时候就是不懂得训练 他们要懂得知恩 感恩 知恩感恩跟报恩 通通不会做这个教育 就是一直跟他们销售目标 大家都不懂得感恩 也不懂得珍惜 就死了一群人 后来这个中间在台湾 有好多年的时间 都没有半个人上 所以老师后来在90年 要记得90年老师上的那一年 是上月份就已经做到了九组的 你们怎么讲高级总监 对吧 那那一年老师上九组 就是Q九组 而且大红老师 那结果就被人家攻击了要命啊 人家说人家都在钓 他不当 没钓还会上 他上 而且公司对我的表扬 就把我当做 现在的皇冠大使一样的表扬 所以好多人就很不满 老伯你们知道吗 就第二年老师 居然没有掉 又上了上二状 所有的人都 所有的人 任何一个组的都在攻击老师 说老师是台湾的祸首啊 这样子 很快安妮又会倒下来 安妮一定又急着在退货了 一定好多人都会在退货 结果公司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请教总部 结果就把我的电脑资料 发回去给他看 他们说不可能不认成我 因为老师十二组都很稳 而且还是大红老师 哇他们就后来就说 他们后来就说好的 假如公司一定要让我杀 刚才陈婉分杀 陈婉分的二端的奖金 要分给所有的人 不可以他一个人独得 你想想有没有很好笑 所以老师有时候想想你们 你们遇到的困难 错证跟老师比起来 这简直是小物件大物 这真的是玩你的风波 你理解吗 那么到最后他们反对了好久 我就是像余总讲的那句话 我做给你看 宝贝你们相不相亲 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亲 所以92年是老师这辈子 最辉煩的一年 我结果到 就是说到第二年92年 我90年上 那个EDC九组Q 然后91年上 十二组二状 然后海带红老师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92年91年上 但是最重要是92年 92年 在他们所有人攻击之下 我居然连跳三级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同一年从二状到三状 到黄冠到黄冠大师 到时候老师要拍下来 传给你们看 好不好 哇 所有的人嘴巴通通闭起来 都没有话讲了 所以老师前面不是讲吗 小火一去就熄 大火越去又忘 所以后来有钟老师 真的 那老师就 就越来越顺了 上了Q12的 创办的20组以上 后来又上了 40组以上的 双黄万大师 后来老师就用那一笔钱 来上海的楼碗 新河碗 这就是老师一路走过来 多少人给我打击 多少人给我 泼冷水 我告诉我自己 我非常感谢这些人 都是在老师的破车里头 专满了 有让我勇往之前 所以宝贝 你们相不相信 就是想法改变命运 态度决定成功 这就是老师最深的感受 我相信假如你们是老师的学生 我们也有这种坚持到你的决心 远往直前的决心 视如破族的决心 所以每一次在危难的时候 老师一定反而做得更好 平常都觉得没什么事可以做 我这个人最害怕 人家给我的激励 所以成功是靠别人给你的激励 还有另外一个力量给你的鼓励 所以宝贝 老师鼓励你们 你们一定会上的 那还有感谢 四方方面各种的激励 我们才会做得更好 宝贝 你们说是吗 那么我们再一次 我来了 我们再度 universal 我再度按道理